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拿这本书出来呢 还是广告效应 虽然因为老百姓他喜欢噱头 你报告皇帝内经出来 老百姓又不说明皇帝真以为是皇帝写的 反正这种东西中医嘛 越补老越好 感觉就是这样 而且你说皇帝内经大家都懂 你说某个观念可能不太懂 应该是利用这种老百姓的观念来做的一种广告效应 我刚刚讲的 它的作用就是建立框架 然后还有提出一些我觉得带有软畅性的医学观念 这种是挺好的 软畅性的东西基本在里面 好 下来 扁鹊 扁鹊非常出名 假如没学过医的人 你要他讲两个中医学最出名的医学家 大概一个叫华陀 一个是扁鹊 扁鹊写的本书叫《烂经》 烂 不读难 有两本书刚好反过来的 一本是《易经》 一本是《烂经》 《烂经》 《烂经》不难 《易经》不易 《烂经》干嘛的呢 一句话可以概括 大概是他讨论的很多东西跟《黄帝内经》有关 你可以说补《烂经》不足也行 他觉得《黄帝内经》有可能还没探讨到 他说探讨到还没够深入 他这种补了《烂经》的一些不足 但是这个扁鹊 跟历史记载的那个行医的扁鹊 是不是一回事 那还不太好说 因为你看到的成熟年代 《烂经》是其《黄帝内经》的 而问题扁鹊这个人肯定是汉代之前的人 假如历史自在的那个名医 所以一般认为 我们叫寻阅人 那你《黄帝内经》假如说主要编章是在汉代完成的 那么秦的时候还没有 所以可能这个名号是不同的人在用过 所以这里好像还有点值得深究的东西 但是讲到扁鹊 那我就讲回历史上的那个扁鹊 可能跟中医的地位有点关联 就是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段子 就是魏文后问扁鹊 你家三兄弟 医学水平最高是谁 扁鹊说 我大哥最高 二哥第二 我最次 然后问为什么 然后扁鹊回答 我大哥能死人不病 但是民生只有附近 比如邻居知道 我大哥能死小病不变大 我二哥能死小病不变大病 所以乡里都知道 我能够把重病的病人抢救回来 所以传国闻 你说哪个难度高呢 听起来好像扁鹊的难度高 其实前面的难度更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好像人的心态挺奇怪的 比如说你在重病的时候 把你抢救回来了 你很感恩 那假如我让你从来不病 你觉得没感觉 你不感恩 我刚才讲的 中医学关注生命健康治病 其实 比如说我让你不病 中医学比较擅长 小病不变大病也擅长 这不自卫病吗 但西医他更关注的是执病后 其实有点说西医做的事 有点像扁鹊本身做的 而中医做的有点像大哥二哥的 说反而民生不是很写 最近好一点 所以那种养生书 虽然鱼龙混杂 里面很多东西 说老师我觉得 我不敢说他传呼忧 但是有部分是放大了 或者是七分讲成十二分的 有这种情况 但是客观上呢 好像中医的一些理念 在民间得到传播 中医学至少在民间的影响 慢慢扩大 所以这种东西有负面的 应该说对中医本身发展 也有一点正面的影响 然后到了东汉 张仲景 也是很出名 所以你问民间 那就是扁鹊化妥 你问中医界 最推崇谁 张仲景 张仲景写了本书叫 《伤寒杂病论》 然后人把它分开 分为伤寒论跟经规要略 你注意 这个伤寒跟现代医学有个伤寒病两码事 我们的伤寒是被寒邪所伤 讲白了就是受寒 受寒之后引起的一系列变化 在讲得更容易明白的 讲究的是外感病 就怎么辨识外感病 跟它的治疗 而金贵要略讲的是内伤病 什么叫内伤呢 这个内伤不是我们民间讲的那种 打到内伤那种内伤 就有点像现在讲的内科病 比如高血压 胃溃阳 关心病 在古代虽然没有这些名称 但是这种内涵是有的 讲的是这类病 病归要略 所以一般给他一个说法是 创立了辩证论治的整治理论 换句话来讲 张仲景之前 实际上关于持病的单位有三个 病 中医辩证论治的症 还有一个症状的症 关于这三个概念 我们讲到中医学特点 辩证论治的时候再展开 我感觉到像皇帝内经 大概是这个概念比较多 有时牵涉到这个概念 而关于中间张仲景用的辩证论治这个观念 还没有正式形成 那么换句话来讲 中医现在的看病模式 以病症为参照 然后关注点放到这里为主 这个模式 是从张仲景开启的 另外还有一个模式 现在也认为 可能跟仲景关联比较大 就是方济 你注意啊 方济不是张仲景创的 但是应该是在他手中发扬光大 你注意到没有 刚才皇帝内经讲什么呢 灵书讲针灸 树问大部分讲的生理病理 诊断治疗 当然灵书也带有这种内容 在皇帝内经里面出现的方不多 也就几手方 那么张仲景之前 中医很可能是针灸探除的 从张仲景开始 方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你说是不是针灸就沦为配角了 我不这样认为 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一个人来看病 有的适应症 针灸疗效好于方药 有的适应症 方药好于针灸 更好的是两个一起来 所以尽管你们是针灸专业 但是你方济一样要学好 因为你面对病人 你又选择 当然你还学西医 也有西医主方权 至少在目前还有 那么假如真的西医对这个病 效果也很理想 我觉得也不拒绝 因为目的就一个 为了病人好 哪样好 哪种组合好 我就用哪一样 所以张仲景的名声之所以道 是因为跟辩证论者有关 跟方药的应用有关 所以有的人说他是方济之主 这句话恐怕不对 你可以说他发扬光大 不是他创意 但是他里面有很多名方倒是对的 比如说你们以后学方济那本书 大概会学到一百多首的方 你注意古代的方 你说论万也不为过 一般列进教科书的都是比较经典的 实用性比较强的 而在这一百多首方之中 从三寒经规里面拿出来的方 可能 我估计占了大概六分之一七分之一 那他的比重份额应该是相当大的 那么假如你说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第一座高峰 张仲景 三寒杂病论就是第二座高峰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能认为张仲景就是中国医学的最高峰 因为医学一直在发展 我们后人把仲景叫做医圣 圣人的圣 中国人很奇怪 喜欢历圣人 文圣 武圣 医圣 历圣人不要紧 这里无非是让后人学他们有一个侃模 这不要紧 但是医圣也是人 文圣 武圣也是人 你假如把圣人的水准推得太高了 变了后人望尘莫及 只有吃尘的份 那你就没办法学了 太打击自信心了 他们也是人 一样可以超越 所以千万别存这个观念 他就是最高水平 我觉得医学在发展 而且很多理念在仲景年代没有 很多观念是在后世才发展起来的 应该说越到后世 你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可能性越大 越资讯又发达 这个圣片评论一下就是话筒 是跟仲景几乎同年代 晚一点吧 东汉末年黄金起义 跟着就三国演绎了 然后我们话筒先生登场 但你说话筒为什么在民间 民气那么大 跑到医学 民气反而没有张仲景大呢 吃亏了 没有一本 现在又说什么 相传话筒的书有 但是不肯定 当然张仲景是肯定的 那变成你说你话筒再高明 你的东西我没法学 所以你看在民间传说之中 话筒地位高 甚至在当时 应该说话筒地位也高 你们以后学 以古文就有话筒传 古代能进传的身份地位不简单 没有张仲景传 但张仲景有本书流传下来 那么后世的医学模式 是基本上按照他的 那么影响就越来越大 所以这里就给大家一个教训 想出名写书 当然写好书 下来神龙本草经 神龙本草经 神龙长白草 典故大家都学 但注意 神龙本草经也不是神龙写 汉代 也是汉代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建立了中药理论的框架 比如现在中药理论 它用寒热温良 心甘酸苦咸 寒热温良士气 心甘酸苦咸五味 来归纳中药的功效 这种模式 是神龙本草经 神龙本草经建立的 所以应该说 这几本书 基本可以代表 中医学形成初期的 那种框架 或者是模式 可以当作代表作 好 下来我就讲的快一点了 因为这个我后面讲 医史会有介绍 跟着就是发展 发展 首先是去到伟晋隋唐时期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丰富实践时期 好了 近代黄书和著麦经 你注意这里 中国古代的一级汉流冲动 你数也数不完 你看我们列出来的都是第一步 所以写书还没那么简单 要写第一步 那个领域没人搞 但是就算有人搞影响不大 你可以卸足一下 你不要跟风 你看某一本很热脉 你就跟着写 可能经济上能得一 但是学术上没有足处性 黄书和著麦经 第一本麦学专著 麦经就把麦 很多人学中医 觉得中医很神奇 就从麦相来的 麦相有没有那么神奇呢 我觉得有点夸大 我们知道中医整定是 整段的模式有四个板块 望 闻 问 切 他们怎么排序的呢 后人给他的定义是这样 望而知之 为之神 一看就知什么定之神 闻而知之 为之圣 问而知之 为之公 切而知之 为之巧 排名并不靠前 说白了 麦诊是四诊之一 你说我能不能光平麦诊就能诊病呢 我感觉这样的医生应该很少 即便有光平麦诊给他诊病也不太负责 你想想 诊病我应该收集的资料越多 诊断的准确性越高 就算你麦诊很厉害 我问多两句 你参照的东西更多 你诊断的准确性会更好 但是你说为什么麦诊会变成了中医的形象代表呢 实际上是这样 你看旺诊 其他医学有 西医也有 闻诊也有 问诊人家医学也有 好像麦诊这样正而八经的成体系的切麦 好像是中医比较特殊的 你经常做形象代表 要不就是他这个东西很厉害 要不就是这个东西很有特色 我觉得他是因为特色成为形象代表 因为你假如说你在电视上 在电影上 你扮一个医生 你这样问病人 真分不清你是中医西医 但一把麦分得清楚 它有个动作在里面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在医学发展的早期 我查过资料大概旺诊 闻诊 问诊 问诊 发育的不算太好 所以麦诊的份额比较大 但是越到后期 旺诊 闻诊 问诊的份额越来越大 所以它的比重在下降 但不等于它不重要 同样重要 但是没那么神奇 也很简单的 在《伤寒杂病论》之中 几乎没有舌诊 这个时候 换句话来 张宗景的时候舌诊都不偏用 但到了现在 其实我们临床诊断一个病 一般的医生 依赖舌诊更多 为什么舌诊很客观呢 你伸个舌头来 红就红 白就白 不会说红的你就说白 你最多说没那么红 但它还是红啊 起码基调不变 但是卖相 有的很客观 比如说浮尘快慢 有力无力 这种很客观 但是很多有点麻烦的 它经常用形容词的 比如说 卢青刀刮足 卢暗勤弦 都是一个卢 形容词 那你要把那个形容词 转化为指下的感觉 难度比较高 所以脉枕重要 应该学好 但是跟其他枕比起来 掌握的难度有点高 今天课上到这里 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 非常感谢观看